非常的明確 挖石油的預算你編在哪裡 高雄市年度預算說明會 議員高敏林這問題 引來韓國瑜大動肝火 挖石油請問誰說的 高議員直接把這句話講清楚 誰說挖石油 誰說挖石油 您自習的競選政見 我真的有白紙黑的出來 挖石油 您講過的話 其實時間到了 雙方針爆出火腰味 時間到了各自散開 但韓國瑜這一句挖石油 請問誰說的 時間回到去年8月 選戰期間 韓國瑜拋出挖石油想法 接著在11月公辦證件發表會上 就講太平島挖石油 把我形成 形容成好像到雜貨店買關醬油一樣 我有兩個前提 現在一定要把我講成 好像小白癡一樣 又再說了一次 但現在反衛議員 誰講的引來質疑 他可能因為太忙了 所以記憶力有點問題 出了一些問題吧 太說說的吧 因為一開始的政見 跟最後的政見總是會不一樣 所有的高雄市民 跟所有的全國人民 應該都記憶有心 太平亞挖石油 就是韓國去年選舉的政見 到底是真的 想不起來了嗎 新聞局忙滅火 其實市長並沒有把採石油 列為政策白皮書過 從來沒有 不管是採石油還是採醬油 那從來也沒有說過 高雄市政府要採石油 雖然太平島挖石油 沒有寫進選舉政見公報上 但選前說過的話 忘得一乾二淨淪為口號 挖石油請問誰說的 要遠之間把這話講清楚 誰做挖石油的 太平島我們把股票上市公司 把它上市的怎麼樣 高雄市政府來做裝 直接吸國際資金 開放石油 三星文田巨大股仙 高雄報導